十來年前 王立宏那時候已經很紅了 結果我們在聊天的時候 我就是黑人帶他進來的 陳建州帶他進來 帶王立宏進來 聽說我們跟邱總在這邊 他就進來找我們聊天 旁邊的妹 服務生 通通衝進來了 簽名 我們把他趕出去 不行不行 王立宏那一年剛好要去 去雲南 去雲南採風 他到雲南 到很鄉下的地方去採風 他寫新歌 因為我對大陸的 我對新的歌 我的耳朵不好耳背 沒什麼興趣 而且我對中國味的歌 現代的中國味的歌 那個民歌 那個叽叽哇哇叫的聲音 像高亢 我受不了的 高八度 他去採風 他要自己寫歌 他要創作者 然後就講他創作的心得 創作的概念 我聽到我覺得 我對這個年輕人超肯定的 因為我第一次跟他見面 也是唯一的一次 哇靠媽子 怎麼那麼厲害 有才啊 有才 有才啊 真的很認真啊 到雲南 雲南現在 拜託我去 我也沒去 怕也是 那個地方很胎溝嘛 生病的地方 因為雲南有很多怪的概念 雲南有些什麼歌 我都忘了 他當年有講過我聽了 所以我就聽了 然後之後 我就沒有跟這個人任何接觸了 然後也沒有經過什麼事情 然後今天聽到的大事情就變成說 他是跟這個 他是跟李什麼 李亮什麼的啊 反正他的 老婆啦 夫人 他的他老婆 還要離婚老婆 離婚老婆 寫一篇這個 五千字文 五千字文 所以接下來的話 正好稍微介紹一下 那裡面就描述啊 好幾件事嘛 第一個說王力宏在各省 都有好朋友 好朋友好朋友 然後都會 太含蓄了吧 好朋友好朋友好朋友 所以到各省都有 都有各省都有 亂打一通就對了 就是說我今天在雲南開演唱會 會有雲南的好朋友 在廣東開演唱會 會有廣東的好朋友 這是一件 另外一件事 他說這個跟圈內的一些 女藝人遊覽 那有一個有指名道姓 一個沒指名道姓 一個指名道姓的 沒有指名道姓的 大家猜說是徐若軒 因為他裡面有一段說 你不顧防疫規定 也要去找他 那這就是講說 大概一個月前 隱色 大概一個月前 王力宏去找徐若軒 還有陳劍軒 幾個人拍照 對對對 然後沒有戴口罩 因為徐若軒剛隔離完 對對對 然後被講說沒有 防疫規定罰一萬塊 所以大家猜是徐若軒 說跟徐若軒這個持續有關係 不知道真假 另外一個是跟一個女子團體 叫百兔 姐姐妹妹其中一個 可是這個為什麼我敢講出名字 原因很簡單 因為百兔他當場 被影射跟王力宏 他第一時間就發聲明說 沒有我要控告等等 就王力宏的夫人就在下面留言說 我有證據 用本名 留言我有證據 所以是挑他的打 反正總而言之呢 王力宏呢就是 看起來就是事業大概就沒了 可是他今天一臉輕鬆的 被人家拍到出現在北京機場 那很多網友就生氣啊 你怎麼一臉輕鬆的等等等等 原因很簡單 因為他要回台灣了 他現在已經到台灣了 在隔離 在防疫旅館隔離 他不會受傷嗎 受傷啊 小豬是被那個女的搞死了嗎 如果他今天是中國人的話 就變成李雲迪跟吳亦凡 會被抓起來 拘留 然後被消失 不見 可能是美國人 對 你如果不是中國人的話 你了不起 前半輩子賺錢也夠了嘛 對 應該是美國人 網友影響 對 美國人嘛 那小豬是台灣人嘛 一樣嘛 他小豬還要在小巨蛋開演唱會 對 所以不鳥他就對了 不鳥他嘛 所以這個事情是茶壺裡的風暴 茶壺裡的風暴 老婆就是 那目的是幹什麼 老婆這樣看起來 我覺得就是說 財富跟自由只能二選一 好你如果今天離婚要自由的話 那財產就要切出去 對不對 你不要又想要自由又想要財富 在美國不是離婚都是一半 因為他們有簽婚前協議 婚前協議 所以弄的 那這個王立友老婆有特別講一段說 婚前你的財產怎麼樣 那是你賺的我不管 可是婚後 我幫你組內 生了三個小孩 這有貢獻 婚後 那你自己放心 在那邊怎樣 打拼事業 所以應該 他大概講到這個味道了 這個沒用了 這個以合約為準 我問這是錢的問題嗎 這一段網友 大家好朋友要注意一聽 反正有 你要簽婚前協議之前 你要特別小心要講清楚 因為到最後最後 男女糾紛到最後的結果 都是為了錢 你看看高嘉宇跟林秉書 到最後也是錢 每一個人到翻了都是錢的問題 從來沒有什麼感情問題 因為到最後試過了也就是超標問題 對